歡迎回到庶民大頭家 好久沒有看到這四個字了 叫做反共意識 因為竟然有大陸籍的男子 駕駛了橡皮艇 偷渡來台說他要投奔自由 5月1號的時候 大陸這個33歲的周姓男子 凌晨在台中港被人家查獲 他獨自駕駛了橡皮艇 橫渡了台灣海峽 來台灣他說要投奔自由 所以你看他是奪過了海軍 躲過了海巡的雷達 是上岸之後才被施工人員發現的 而且他搭的橡皮艇大有來頭 叫做荷魯斯軍規橡皮艇 适用於海面衝浪 災害搶救還可以提供 讓軍人來搶攤 而且他說淘寶上就可以買得到 所以國防部長邱國正就說 這一回他們的確是有疏失 未來會和海巡進一步的連接 把原因找出來逐步的來改進 海軍參謀長也說 因為焦州很難從對岸直接過來 它的目標比較小 而海軍的暗示雷達和軍艦雷達上 其實是看不到像這樣這麼小的 焦州的 軍事專家就說 類似海陸兩棲徵搜的橡皮艇 有沒有可能是大船換小船呢 就是以前偷渡的時候 還會有小船來接你 但是現在因為查得比較嚴了 所以據說之前是有說 到了某個地方把你放下來之後 要以牛游泳的游上岸 他們乾脆現在就換一個小船 自己準備一個橡皮艇就開過來了 真的會這樣嗎 好 最主要就是說 大家現在覺得很擔心說 會不會有什麼動機的問題呢 那麼軍事專家就說 他們會不會其實是受過突擊訓練 化妝成平民想要潛入台灣社會呢 受過各種突擊訓 卻化妝成平民來潛入我們的台灣社會 我想這個人 這些人早就有了 但是現在的兩岸政策這麼的開放 他沒有必要用這種偷渡的手段過來 好 五天之內是接鄰用兩次 有兩名的大陸男子偷渡來台灣 說要來投奔自由喔 有人就說這難道是偷渡客 想進台灣的新手法嗎 開橡皮艇到台灣是要投奔自由嗎 怎麼會這過程當中都沒有人發現呢 而且這個橡皮艇上 這個帶油量不多 從對岸直接開過來 真的有可能嗎 韓彬 他為什麼要來台灣 真的是投奔自由嗎 我先講海軍參謀長講的是對的 就是我們的暗制雷達 是不可能會發現這個東西 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當年我們要接見的時候 就法國拉法業我們叫康定 當時他剛回來的時候 那個甲板上面都還沒有裝武裝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的軍艦是看不見他 因為他的雷達蹤跡 大概比一般的漁船還要小一點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少不到他 你就會把他誤認為一般的漁船 那更不要說一個橡皮艇那麼小的東西 你根本不可能會看得見 所以你說要用雷達去抓他 基本上不可能 所以我就覺得我們的邱國正部長 其實怪怪的 你到底舒適在哪裡 人家真的弄一張橡皮頂來 你說我們一條橡皮頂都不讓他進來 你確定美國也沒有這個能耐 我老實講很難啦 不太可能擋得住啦 因為這實在目標實在太小了 但至於說他有沒有辦法真的 一個人架橡皮頂這樣過來呢 我本來一開始也覺得好像很神奇 後來我去查一些資料問了一些人 有可能 真的有 真的有 因為當如果真的很風平浪靜 因為他一般進岸的時候 是從北到往南的海流 然後你到接近台灣這邊 是南往北的海流 只要你的操船技術不錯 他也有指南針 然後你就順著指南針 你就一直對抗這海流 慢慢慢慢鎖定目標走 他如果花到十幾個小時 是有可能到了 而且他說花35公升 我算一下 假設是司馬力的機型的話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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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他講的可能是 只要三組公升以後就可以偷渡了 他講的差不多可能是實話 但是我必須說 那表示他運氣真的很好 因為台灣海峽就說變就變 你什麼時候突然之間起風起浪 沒有人會知道 所以他是剛好運氣非常好 就剛好一路過來都非常順 無風無浪讓他這樣過來 那我必須說 他搞錯一件事情 就是你來了 其實還是要回去了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在收反共意識 已經很久了 所以你還是要回去 那但是有人擔心說 會不會有可能是 他根本是匪諜 他用這種方式 直接要偷渡商量過來 我必須說 現在匪諜很先進了 人家有很多其他方式過來 他不需要這麼麻煩 這樣麻煩 是冒生命很大的危險 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必須講 假設真的有這些 未來還有這麼多的白目 老實講 我真的一個兩個真的很難防 但是如果他一次一兩百艘來 那抱歉你想看不到他都很難 所以我真的覺得 大家不用太過於擔心這個問題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